20岁乐天啦啦队女神熊妮 长相甜美 除了从小学习国标舞 16岁开设舞蹈教室教跳舞 还会打鼓 是个多才多艺的小才女 她和哥哥一起学国标舞 兄妹俩一起出国争战 哥哥是她最好的舞伴 也是最佳战友 我们家很特别是我的 爷爷奶奶也跳国标 然后我爸妈也跳国标 所以呢我跟我哥哥就继续跳国标 就等于三代一起跳 其实我哥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想法 他就是一个比较活在自己世界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我决选的那一天 就是我的加分体是国标 那他有跟我一起跳 所以等于说 算是他陪着我一起进入乐天这件事 我们感情非常好 就是像朋友像家人 然后我们每个假日 只要一有空就一定会出门 然后我爸很常说就是 四个人就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家的感情应该会比其他人更神更好 只不过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 让幸福美满的家庭变了调 带走了他挚爱的哥哥 一向坚强又爱笑的熊妮 谈起哥哥忍不住泪崩 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哥哥是堵台庭啊 就是最后一天的断烤完 隔天就是放寒假了 就路上就遇到车祸 那天其实我爸妈是去骑中级的 然后就是也是在路上接我电话 但那时候我爸就不敢让我妈知道 就一路就杀到台中去 然后到厂我妈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满难过的 很心痛啦 就是这个同时一辈子都不会好 因为我哥哥走的 就是出门那一个的前一天 是我爸爸的生日 所以呢就是在我爸爸生日的前一天 大概就是第五天的时候 他来找我 他跟我说就是要我照顾好我的爸妈 然后跟我说对不起 然后也跟我说谢谢 完了 好 然后没办法 不太能回神 所以那一段时间 发生了一两个月 还好是修赛季 不然我应该也没有办法用这种 就是那时候的状态去工作 有时候我还是会很常梦到我哥哥 他其实就是都会来梦里陪我跳舞 就是都很记忆有心 然后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很真实 虽然现在也见不到 但是至少偶尔他还是会来看看我 我觉得生活上很多事情 就是感觉到都是他在默默的帮我 他常常发文述说想念哥哥的心情 也因为家中遭逢巨变 开始负担起照顾爸爸妈妈的责任 很有压力吧 就是因为爸妈只剩下我呢 很多东西就是变成说要自己去承担 就算遇到什么事情 我其实也不太会报喜不报邮啦 就是不敢让爸妈知道太多 因为我现在就是台北新竹两边跑这样 就因为工作比较多在台北 但因为我舍不得他们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累一点没关系 反正来回就来回 但能多陪他们 就算看他们一眼 陪他们聊几句 我也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其实我当初有跟我爸妈说 我想租房子在台北 我爸就哭了 因为他舍不得我 他就觉得 就是那就没有人能够陪他 他想看看我 然后也看不太到我这样 就因为他这句话所以就留在新竹 只要我工作一有空的话 我就会就是陪他们吃饭 然后带他们出去玩 我就是不希望他们担心 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让他们能放心 至少让他们觉得 有我这个女儿能够让他们骄傲 其实我哥哥的梦想是想要开宠物咖啡厅 那这个也会是在我未来的人生规划中 我会希望带着他的那一份一起努力着